鐵路警察局原本是負擔鐵路演算的交通帝安為何崗祖 在這個年關將近的時尊 鐵路警察局台東分教中華分組所也開始走出下区 到你下区關懷全都擁護中心和四年長輩歡迎新年 鐵路警察局台東分教中華分組所的人員 全都中華是一間安養中心 跟中心來四大開館 關心他們的生活狀況 明天開始就是新年假期 鐵路警察走出下区 拼到後部的立場為六世共行心力 這次的鐵路中華官應對教友文化 提供中心的小朋友為四大演奏 懷孤和客氣 希望為失敵、失敗的時段 帶來關心的氣氛 我們鐵路警察其實一般民眾比較不熟悉 那麼我們就想說要走出下去 慢慢地把我們所有的現有的資源 可以分享給附近的民眾 甚至是弱勢 那因為現在年關也近了 有一些失智失能的裝備 他們的確需要一些照顧 那麼我們心有餘力 我們會把我們的關懷 然後撒播出去 那有關於交通部分 因為現在年節也近了 那交通流量也非常的大 那提醒民眾 在行經拼交道的時候 必必要有庭看廳 那去年7月1號以後 我們最高法法已經修到9萬塊了 那提醒各位民眾 就是千萬千萬不要闖越拼交道 時段雖然需要的就是 出來人的不拼 所以鐵路警察局打拼 醫院的関西 走出下区 不拼下区的時段過新年 新中華新聞 北苑林中華 蔡宏保德